為了幫助深藏機構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改善車輛設備 在新北市議員陳佳琪的媒合下 位在淡水益山的在地企業捐贈了一台中型的富康巴士 而新北市副市長陳全靜也應邀出席 號召善新企業一起加入公益行列 為了幫助深藏機構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改善車輛設備 在新北市議員陳佳琪的媒合之下 由位於淡水益山裡的在地企業歐立諾有限公司 捐贈一部中型富康巴士 在今天上午舉辦捐贈儀式 新北市副市長陳存靜 還有新北市社會局長及市議員陳佳琪 創辦人立委洪孟凱都一同出席參與 見證這一份企業愛心回饋社會 我非常感恩感謝 我在這塊土地上 我們有從事這個產業 這個產業也得到 我是基督徒嘛 上帝也有大大的恩賜在我身上 所以我是以教會 聖經裡面的十筆獸更有福 來回饋給這個弱勢團體 這次陳盟我們陳議員的這個牽線 我們說牽線好像是媒婆 其實是表示說我們議員 他了解他的服務 轄區之內的需要 也了解我們市政府 有哪些管道 可以來幫助這些需要幫助的人 施比壽更有福 在捐贈儀式現場今天更是 歐利諾公司創辦人黃立德的生日 在這一天把這一份大禮 送出回饋社會成為愛心 相當可貴 而歐利諾公司成立於2008年 是國內專注於配電變壓器 生產製造工廠 屆次經由市議員陳佳琪的居中牽線 輾轉得知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位於巴黎的觀音山半山腰 地處偏遠交通不便 有中型富康巴士 但是車輪老舊 常常發生故障 但是因為車價成本高昂 屈次無法進行汰換 本著回饋社會的精神 決定以公司名義 捐贈一輛價值392萬的 中型富康巴士給新北市政府 加會公社民營生殖機構住民 這次的配備相當的齊全 那所有的經費呢 由我們歐利諾公司 全數來贊助 那也花了392萬 那今天呢也是我們黃董事長的生日 那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日子 他藉由他生日的當天呢 他自己說把這個禮物奉獻給社會 那也希望呢幫助我們100多個 這樣重度的一個家庭 這個院生們解決平日 他們就醫 以及去參與社區活動 以及他們載運物資的這個需求 新北市副市長表示 近幾年經營多年的 山藏機構設備逐漸老舊 尤其是中型富康巴士急需泰換 但是因為成本高 支持無法解決 而這一次特別代表 市長會有意感謝歐利諾公司 響應新北市愛新大平台 捐贈一輛中型富康巴士 給新北市愛維養護中心 改善中心的交通載送條件 也期待透過這一次的捐贈 拋磚隱喻的效果 有更多民間企業參與愛的力量 產生善的循環 讓新北市成為身心障礙者的堅實後盾 記得許多人一帶水採訪報導 早上